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薦任何股票 我所講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買賣我會員的股票 因為我們只做一檔 好 今年1月8日開始6712長勝新掛牌 所以我們1月8日開始所有的會員 只要有錢我們就買 只要有錢我們就買 那今天是第四天 還有一天 明天第五天 因為任何股票 好 先給各位看 因為任何股票只要新上市上櫃 前面五天 原則上虎島建商 他都會 也就是前面的五天 因為沒有漲跌虎限制 所以虎島建商 都會在上面 漲高了他就壓一下 如果跌太深他就縮 所以他要負責去 調整 也就是讓這五天的交易是屬於 較正常的 不能漲很多 也不能跌很快 所以原則上五天大概法人都還在觀望 好 真正要表現是從第六天開始 從第六天開始 好 那我們先看我們這檔股票跟 我們應該講漲最多的 這段時間這一個月漲最多的 各位可能不知道了 一定是新掛牌的股票 因為它最乾淨 新掛牌大家都沒有 像我們6712常盛 我在去年就不斷地易告易告 我就是要買這一檔 就是做一個老師的堅持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 我們先從這裡先看齊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回頭再想 台積電今天多少錢 如果你怎麼做的 你的股票 我也想不到 我那句話每次這樣講 有時候對我來講 也是一種 應該講一種期待 好台積電 你今天以前 任何時間 你拿你的所有的所有的資金 不管你什麼股票都不管 你所有的資金全部壓台積電 就只有一個字 碳級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 那台積電為什麼沒有人買 我所有的沒有人買 就是一般的我們叫散戶 為什麼沒有買 大家的心態都認為 長很多 長很多 300年的時候長很多 400也是 500也是 像600也是長很多 好 那沒有關係 那有沒有小時候的台積電 有沒有小時候的台積電 好 那我拿台積電 也就是拿電子股 跟我們要佈給的生計股 叫6712長盛 我們來做個比較 我把6712長盛 我把它當作 我認為它就是小時候的台積電 所以今天的YouTube的標示寫一個 台積電600的新思維 尋找小時候的神山 你要去小時候的神山 小時候的台積電 你要去尋找 那到底會不會是6712長盛 那有沒有這個機會 好 我們把先整個大盤 我們這整個大盤 我們從這半年來 大盤漲不會只有台積電漲 這大盤每個族群 我們就把它抓出來一點來比較 來 來 這是大盤 這半年來這7月 大盤從11500點 漲到今天最高15778點 各位這是漲了多少 漲了4200點 也就是漲了將近40%大盤 你看到的這個叫台積電 台積電這是桌線 台積電這半年來 從310漲到605漲了將近一倍 對齁 好 第一個 台積電大家都不敢買 為什麼不敢買 要漲那麼多 所以幾乎很少人有 那也沒有人敢押 所謂押就是你所有的都只買一檔 我還是再強調一遍 今年賺大錢的人 只有單押一檔的才會賺錢 我再講一遍 是可能三個月你只買一檔 不是一個小時買一檔 有些投過老師 每一個小時就買一檔 還有更扯的是 一天買40檔的 會不會是你嘛 你自己知道嘛 每一個小時買一檔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上來表演 第一檔不準 再買第二檔 一天買個五檔 總共一檔準的 就歷史講多厲害 所以我常常在講一檔一檔 好 再來 台積電並不是漲最多 我們來看這叫第一桶 同樣的時間 台積電三百一 它是七點四七 第一桶最高 涨到三百三 涨到三十三點四 會除嘛 涨超過四倍 所以台積電 很好看 很好看 可是它不是漲最多 好 再看第二檔 它叫長榮海印 各位都知道嘛 好 同樣的時間 它從10.65 涨到最高46.2 也超過四倍 好 再來 恍仙類股的 1435的中弧 同樣的時間 從8.57 涨到31.25 也涨了3.5倍 我所講的這四檔股票 我相信 台積電沒有人敢買 你也不敢中壓 為什麼 我這樣講 你如果全部都壓台積電 你不會看謝明清 你不會看這個電視 為什麼 因為我也沒有台積電 你也不會看 你也不會看電視 因為沒有老師有台積電 也沒有老師全部去壓台積電 我常常自我解嘲嘛 自己叫自己要自我解嘲 我說我如果當分析師的T天 我帶所有的會員 就買台積電就好 我真的是想這樣 可是我也很坦白的告訴各位 不用兩年 只要一年就好了 我第一天上電視就買台積電 就叫所有的會員 只單壓台積電 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畢業了 會員全部都大賺錢 可是我畢業了 為什麼 因為收不到會員 你 未來的19年 你就看不到我了 我就畢業了嘛 稍微回還啊 所以為什麼20年後 的今天 我只買一檔 我把它叫做Eagle生三 小時候台積電 六七月常盛 過了20年了 我兩個兒子也長大了 對不對 所以我沒有賺很多錢 最少每天你換吃啊 把你兩個小孩長大了啊 要出國讀書了啊 那可能我說我三年五年 或十年我退休了 那 取資社會 用資社會嘛 這20年來 我從營業園開始 我在這個市場上看很多 真正賺到大錢的人 都是一檔 為什麼一檔 做不到換而已嘛 不對就換嘛 對就一大波嘛 每年都可以賺一大波啊 每年財產有可能就一點 可能就一兩倍再翻啊 一七好一點就三五倍再翻啊 那如果景氣不好 縮下來小完嘛 反正做一檔就小完嘛 要大完要小完就是一檔嘛 那做完再做下一檔嘛 所以我說我總要回饋社會吧 我告訴你 我講六七一二長盛 其實它並不是說 股價到底要到哪裡 而是它是一個癌症的用藥 它不只癌症的用藥 它是未來一個新的觀念 好 我們再把這裡看完 再來 這四檔裡面 這三檔都比台積電多啊 好 那我們再看這裡 這叫生計醫藥 有沒有看到 這醫藥類股啊 整個族群 大盤漲了四成 將近四成 結果生計股從七八點五三這樣跌下來 跌了二十個percent 幾乎任何股票都漲啊 對不對 任何族群都漲 為什麼獨獨只有生計類股是這樣下來的 為什麼 好 那我們反向去講 其實去年蔡政府 蔡總統 也推今年有六大產業 其中 免疫細胞是其中一個藥像 精準醫療 那為什麼還沒起來 為什麼 有人在收股票 還沒收完 這收股票沒收完 它不會漲啊 這樣講比較快 如果我們叫市場上的造勢啊 創造市場的人 手上沒有股票 他怎麼會讓他上去 我買去 我沒有 我沒有吃飽 換腰 它的基本部位一定要建立好 它才會上漲 好 那 台積電600 對不對 現在股價 一兩千都很多啊 我問你好了 你這輩子看過生計股 有沒有超過1000塊的 有人一定講有 只有一檔 好 我們看這一檔 這一檔叫精華隱形眼鏡 它最高1025 現在278 它現在還是股王 它現在就是股王 生計股的股王是278 結果這裡是1025 1025塊 台股 除了創高 突破了30年 10682 12682的那個點 目前上去以後 12682變成支撐 突破30年了 為什麼生計股 現在還在這裡 結果有人問嗎 我說 你買生計股 大不了 沒什麼輸贏吧 萬一讓你買到 上去 好 那我們講 我們來講精華隱形眼鏡 可是精華隱形眼鏡 為什麼現在是有 2678 它這裡你看得到 這裡叫26塊 它可以從26塊 漲到1025 好 從26塊漲到1025 是什麼 因為當時幾乎沒有人 做隱形眼鏡 精華應該是 在台灣是領先的 最先的 它做隱形眼鏡 所以毛利率很好 你知道嗎 可是 對不起 現在 只要電子股幾乎 像什麼華碩 大力光 這已經對他們來講 也是很低階的東西 所以對不起 它叫已經被淘汰的 生計產類 叫做什麼 落伍的東西 它已經 不是獨門 獨到的技術了 那各位 用今晚來講 如果有新的生計產類 是從20幾塊好了 從底部要上來到1000的 請問 你要不要去留意 當然要留意啊 所以為什麼我去買6712長勝 好 記得 好 那 6712長勝 應該後面的故事 我每天其實都每天都在講 那我們回到剛剛我所講的 乾淨的股票就會漲 這五天為什麼 它不太會漲 因為 福島的建商 它會去 我們叫調節 在那裡做震盪 其實任何股票都一樣 我們先看一檔好了 看一檔 幾乎任何股票都一樣 好 這檔我也講過 這檔是王雪紅家的股票 好 有沒有 這裡啊 五天啊 有沒有 一天 兩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好 五天又開始漲 應該把它放大 這樣你才知道 因為前面的股票還沒上 還沒上櫃錢 有沒有 好 各位 這是第一天啊 好 那是不是上來 有沒有 好 那當然威風並不是主流 真正的主流是在這裡 這個月漲最多的 你們都很少人去注意 來 它叫什麼 藥燈 它一樣是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天沒漲 各位你看到 是不是一 二 三 四 五 掛牌前五天是沒漲的 因為這五天是沒有漲跌虎 反而是沒漲 是因為福島建商 它會在這裡 做壓盤也好 護盤也好 反正漲它就壓下來 跌它就把你收回去 所以這五天是它的工作 因為福島建商是要 讓股票正常交易 所以 它有拿福島金啊 就一家公司 從新貴一直到 上貴的前五天 上市的前五天 都是它的責任 好 第五天以後 就跟它沒關係了 那叫什麼 就開放了 好 所以各位 一 二 三 四 五 我也提醒你 就算你買在這五天的最高點 100塊 到昨天的最高點 這樣幾倍 才幾天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不到一個月 這樣三倍 好 這是 來 我也提醒各位 我們在這一天就開始買 那我不在乎這一天 因為這一天買跟今天的收盤 一百七十七點五 有意義嗎 來 我們來看來 雖然今天收盤收在 我們叫收在相對高點 因為今天掛牌 其實我們回頭再看好了 想一想 這種股票原先它的高點在哪裡 這裡是245 有沒有看到 這裡叫245 244.99245 那因為掛牌這個禮拜在這裡 掛牌在這裡 也就是 如果我懂的人 股票 它的回頭修正 因為掛牌修正 其實都是相對的低點 對吧 好 所以 我們在這一天買 未來我們還不斷的都要買 只要會員有錢我就叫他買 只要有新的會員我也叫你買 我就天天買 買到什麼時候 好 任何股票你要買它 你必須後面為什麼要買它 好 大家都知道 股票如果要上漲 它有一個叫做初升段 對不對 再來修正二波 主升段 主升段 修正四波 末升段就第五波 對嗎 好 那 六七二長生剛好符合這個邏輯 它有一個叫初升段 未來 初升段會長到哪裡 我們先看到這裡叫二四 好把它整數二四五 我認為假設按照正常的話 初升段就夠二四五了 那未來的修正修正二波 再來主升段的第三波 會長到哪裡 那時候就是古王了 就生計古王了 好 那再修正第四波 末升段的第五波 有可能在第三波的時候 運氣好一點 它可能就是台股的古王 好 那 這個不能空口說白話 這一定要有數據 那如果來的時候 我常常跟我的會員講 你有什麼好緊張的 沒有來 你不來就是這樣 就這樣子 好 差不多在這裡 來再看一遍 就算沒有來 也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長紅K線 這就是我們把它知道 160.5叫支撐好了 這個160.5 它就支撐好了吧 160.5 你如果不會破 你就不管它了 如果來 那個160.5 那個點不見了 不過股價沒有16005的 因為上面就跳1610塊了 對不對 那個點數點不見了 那個點不見會怎樣 那會不會 我等一下講 我說我們只做一檔 假設你要跟我們操作的 我再強調一遍 因為股票市場 螞蟻會搬大象 大家一起來 大家緊張會 都是一家人 你如果在外面 是個散兵游泳 你在那邊衝來衝去 有時候你會莫名其妙 它怎麼 暫停了 怎麼你擺不到了 你不怕要落背了 或者有一天突然發現 它怎麼會修正下來呢 你沒有賣10張 我剛剛在講 再看一遍 我說有時候10張就差很多錢 你不要小看 你跟著我們做 其實不要去計較費費 費費沒有多少錢 你要買得到賣得掉 那才是重點 你要買到起贖點 那才是重點 來 這是第一天掛牌 我都不會 不會改變 這裡叫163 隨便163隨便你買 這很長的時間 好這1月8號 收盤172.5 在這裡 隨便你買 收盤172.5 我請問你 第一天掛牌 收盤172.5 禮拜一 禮拜二 今天禮拜三 這三天請問 有沒有172.5 最低173.5 最低174 最低175 就算你買在第一天的收盤價來講 這三天都沒有再來了 所以我說股票市場 在起贖點的時候 你要用力買 敢買買很多 他如果突然拉出去 大概一二十個%以上 這叫高枕無憂 既然高枕無憂 你未來看什麼 看他去變成生計股王嗎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是台股的股王 你說這不是都是你的嗎 要操作的 要先打電話來參加會 我再強調不要閃兵游泳 休息一下再回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年輕二至周五 最早的中文 上手論述的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買賣 我會員的股票 好 那我們待會員今年只做一檔 六七一二常勝 我說是大波段來回操作 絕對不是只做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會做到什麼時候 我的目標在這裡 來看 先當生計王 再佔台股王 好 那 你要當生計王 你必須要有未來有題材 那這個題材必須要有實質的 我們先看他的營收來 各位 你看他的營收 請問你看過這種公司 有這種公司的營收是這樣跳的嗎 而且現在的12月一千兩百多萬 對長勝來講 12萬個新發癌症 也就是台灣有12萬人得癌症每年 好 他現在也不過才收了 141位病人 那你注意聽 12萬人現在才收141位 就去年 那今年應該會收多少 12萬人 我說不用多少 10%了 好 10% 現在141 10%就是1200 是1200 1200人的營收會是這個幾倍 我常在講 先看基本面 好 他營收一頓會一直滾上來 再來 還有沒有紅利 我說他的出生段就解決在這裡 營收跟紅利 紅利在哪裡 我寫一個ADVC01 癌症將成為慢性病 好 那ADVC01又有什麼樣的效果 或是有什麼樣的利基點 來看這裡 注意看 你看 這是這家公司 南京新白 南京新白以8.7億美元 併購 這個所謂ADVC01的這個效果 就是素土細胞這個產品的 這個生產線 就是它的產業 把它併購是市值是用8.7億美金 市值 8.7億美金 好 那8.7億美金各位算嘛 8.7億美金你把它乘以28.5 像台幣的匯率 你再除以長盛的股本6.16 那你認為它的市值應該多少 假設會乘的話 它的市值應該多少 長盛的市值應該多少 這是各位應該好好去思考的問題 來 我這裡有算 8.7億美金你把它乘以28.5 再除以長盛的股本6.16 它的股價應該多少 就市值 股價應該多少 8.7億美金 乘以28.5 除以6.16 這是第一個 好 先登生技網 各位 好 那我們來看 它 因為它是特館的話 特館辦法通過的 也就是目前在實施的來看這裡 長盛的ADVC01 好 台灣的二級臨床 而且通過特館辦法 現在目前是 一到三期的癌症 跟第四期的癌症都可以用 看到喔 那DC CIK跟CIK 都屬於比較低階 它比較高階的就是ADCV01 這台灣已經通過了 台灣目前正在使用 而且在收病人 你看到嗎 在收病人 所以 我說南京新白 就用8.7億美金 去併了這個製程 這個療法 那 那可能就出生段 這可能叫出生段 好 那這個叫主生段 那這個可能是墨生段 那墨生段我就寫 直接就是股王了 那這個都 未來涵蓋在哪裡 來 注意看這裡 好 這是報紙善意的解讀 一切以公司公告為主 來看到這裡 長盛未來兩項新料 UMSC01和CUT001 若有可能獲得國際的計轉 塑錢金將可抑注收入 所以為什麼常常在講 塑錢金的問題 來 我們看 4743的 來 4743的合一 它漲上去以後就漲不動 為什麼 你看它沒有營收 它只有 它只有塑錢金 有沒有 已經漲到470幾了 後來就又回來了 對不對 漲到476 現在又回來 為什麼 因為它的基本面 沒有基本面 它只有塑錢金 可是就6712常識來講 它是有基本面的 有基本面 也就是營收不斷的 會一直滾滾滾出來 再加上未來的紅利 它有三次 第一個ADBC01 UMSC01 CAR001 這三項 目前在市場上 是獨一國門獨棄業 獨一無二的療法 這些會不會來 很簡單吧 我就跟我的會員 講得很清楚 我等了20個月 你們現在才加入我會員 你有什麼好怕的 而且很簡單 操作股票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餘利的 你只要把 第一天掛牌的160.5 當作停順點 未來 未來那個點不見了 或是前面再加一個1 加一個2 你說 那不是都是你的嗎 哪一檔 小時候的台積電 在哪裡 尤其生技股 你認為會不會 未來超過1000塊的 我認為會 一定有生技股會這樣子 想操作的 打電話來參加會員 明天同一個時間 再會